有外嘉賓Karl陪著我們 Karl 我們也要講一間餐廳 這間是我介紹的 遠在日本? 遠在日本? 不是的 其實是香港的 是香港的? 是香港的日本料理 其實很多人都說 香港日本料理自從開關就死硬了 不如回日本吃 你們全部一次過死了 我那班車死了 壽司死了 Donkey死了 Donkey死了 其實我覺得這樣死對大家都有什麼好處 我不覺得有好處 我覺得太弱流強 OK 市場自然定律 但你不需要看到別人在店舖倒閉 很開心 有沒有這樣的人 有時候網民很多人都很瘋的 說Donkey死了 我也這麼開心 你繼續研究下去就到我們被研究了 那麼多日本超市開了 我覺得挺好 我想說 有些日常用品都要買回家用 難道你每次去日本買日常用品回香港用? 難道你每次買一條牙線都跑去日本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依然便利到香港人 是的 與此同時 我覺得日本餐廳都在開 而且有很多都生意不錯 反而有時候疫情之後 即是開關之後 某些時間生意下跌了 我覺得全部人都下跌 因為主要很多人都去了外遊 不一定只是日本餐廳下跌 我們看看這間餐廳的木戶 在棉登徑 尖沙咀 那條棉登徑有很多餐廳 是的 還有Bricklink那些 還有很多日本餐廳 我那天才經過 原來是嗎 我就是去Bricklink途中見到它 我知道 它之前是一間火鍋店的店 我不知道 是不是落地爐的 不是落地爐 那不是 這間開了一輪 沒說過 不好意思 不要緊 開了一輪 雖然周圍都開了很多不同新的店 但這間日期間進去 依然都是全的 新的 不是新的 我想起碼是年多的 但生意是非常好的 進去你會看到很多是熟客 他們很明顯 還有還在幫襯 就算星期二、三都沒問題 厲害 有些東西 是的 所以我進去試一下 下一張照片就是他們一頁紙的菜單 這樣就寫光了 現在很多日本餐廳 香港也有些要求 首先就是有一個日本師傅 原來有些一定要用碳火燒 不可以只是兩支發熱館 但碳火燒是很難的 你知道嗎 如果找到一間日本餐廳 裡面真的有一個碳火 其實那些是他真的誠意之作 因為真的很難 是的 這間是有這件事的 我們再看看照片 然後進去 其實他也是提供了不同的酒給我們 當然三款酒 你也懂得Sake 懂的 但不特別喜愛 這間主要是吃串燒和炸串 如果這三款酒你會選擇哪一種 去配這個炸串 你看不清楚 左手邊那支 黃色那支 還有中間那支 藍色那支 兩個都是來自德島的 牌子一樣的 都是御殿鷹 黃色那支應該是甜一點的 中間那支是原酒 另外再右手邊就不知道 因為真的沒有特別介紹 那我未必會選擇原酒 是的 我最後選擇了原酒 你選擇了原酒 是的 因為我剛才看它的酒比較軸 我也猜到它應該是類似這一款 為什麼你會選擇原酒 我喜歡原汁原味 你喜歡米味比較濃 甜度比較高 甜一點不介意 因為吃燒烤的 我剛剛想說 我都是基於吃燒烤出發 因為Sakel有一類是比較爽 其實它的味道不高 但好像有一種清洗味淚那種 我是會選擇這一種 可以洗走串燒那種Heavy的感覺 所以經理那時候提議 我是選黃色那支 和你一樣 是不是 我和另一位朋友劍心 劍心也讀了酒師法 他也想喝完酒 我一樣 於是就喝完酒 不過Philip也在 其實也是那一句 我經常覺得 Food pairing也好 這些味道是很主觀的 是的 但你是有professional的知識 Well Well 接著下一張照 是什麼 接著真的要吃東西 首先來一道 大家現在都會見過這些 面糞是不是 面糞再加應該是蟹粉 還是蟹膏 煮完之後拌勻 然後就點蔬菜 是的 我知道 這些東西可以 我很喜歡吃這東西 你很喜歡吃 我很喜歡吃 因為是否送走街品 不是 你去日本即是去日本吃 它是一盤生菜 放在你面前 然後就給你一個 就是這些醬 是 我是可以吃兩盤 哈哈哈 你是為了一個醬 是為了一個醬 但是日本那些餐廳 可能這些菜 處理也很好 可能給你一個生菜 又真的很脆 是的 通常這些生菜 都真的很脆 所以 我是很喜歡吃的 但是我對於蟹就沒有特別心愛 所以我吃是OK的 但是不會像你那樣瘋 但是我也相識很多人像你那樣 很喜歡 是的 如果一些蔬菜夠脆的話就很適合 是的 這東西真的很配合 很配合是很重要的 哈哈哈哈 把人生冠放進去 首先我們要吃一些串燒或者烤肉食物 下一張照片就是它的牛腊 其實這個牛腊真的挺厚的 OK 是的 我們懷疑它選牛腊的中心位 那就不要撿掉一些鞋位 所以一來是夠厚的 二來咬下去是juicy 但是我覺得牛腊是取決於一件事 究竟它咬下去是軟軟軟的 還是它是彈牙 有些東西可以咬到的 是 它是偏遠一點 它不是硬一點 但是juicy 那OK 因為我很怕橡筋 我也不喜歡 或者是很軟軟的 好像不用咬 總之不可以是兩邊 它是中間 這樣就可以了 又juicy 而且很大塊 這個份量 對 dual breaker 所以這個是很棒的 接著再下一張照片 它就開始吃雞了 它其實很有趣 它是用一隻在內糧出產的大和飛子雞 根據資料 在優美環境出生 養長大 天然放養一百二十日 還有位置日本米 讓它們的雞皮份外美麗有光澤 脂肪小和巨彈性 但是我真的覺得有分別 現在很多吃蒜燒都會用三黃雞 新鮮雞 因為油份比較多 燒下去是特別香口的 肉質真的是日本這些雞是最飽滿的 譬如現在這個是雞腿位 肉質真的飽滿的咬下去是彈性和大塊 我想說一件很廢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是有趣 是真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體驗過吃雞有雞味 因為很多市面上 如果它們是用冰鮮 或者一些不是很漂亮的雞 你只會覺得它是一個肉 所以那些要用汁燒 附乳的味道就是來自於汁汁醬醬 但是如果它的雞真的漂亮養得好 其實你真的吃到肉的味道 是的 這個是很棒的 還有夠咬後 雞腿肉真的很大塊 下一張照片是另一個位置 應該是 這個是雞頸肉 雞頸肉 但是咬下去肉質很纖細 我想說 我最近很喜歡吃這個東西 因為現在的供應變好了 因為是有一個明星朋友教我吃的 是明星星你也會聽的 是的 很膚恥 但是我想說 我很最近 有一位明星朋友 他說他想吃雞頸肉 然後我就說 蛤頸肉 他說不是 雞頸肉 一輪後 他就叫了 我叫給你看看 然後就是這樣 吃下去 但又有點像豬頸肉 因為那塊肉 是比較有彈性 和很咬 但是它是汁 而且有味道 濃味的 還有汁 所以很好吃 我只要學會了 我現在很了解 為什麼這麼喜歡吃雞頸肉 你現在說我很明白 但現在真的多了日本的雞頸肉 一包拆好了 所以大家現在就開始吃到 是的 要去吃 要 下一張照片 就是大和菲子雞的雞神 新鮮的那些 如果你用三黃雞新鮮的那些 就是咬下去 就真的爆汁得很較乖 這個沒有那麼爆汁 但是挺身 波形一點 咬下去也是彈口好吃的 但就不是新鮮的那些 因為有些可能它攪到七成熟 三成生 咬下去就真的有爆漿的感覺 是的 那看你喜歡吃不吃 沒有 因為我本身真的不是太吃內臟 明白 所以我沒有什麼可以留言 下一張照片就是雞屁股 其實雞屁股我自己 我明白為什麼人們這麼喜歡吃 但我自己是普通的 你有沒有壓味 沒有 其實主要吃那股肥皮 就是油香 我不是很有感情 我也是 我不是特別喜歡吃這件事 是的 所以也沒有什麼特別 但這樣可以 下一張照片就是他們的一個手本器 就是有芝士 等等等它下張照片看 看是否露出來 就有一個豬肉卷 應該是 韭菜豬肉卷 上面有些芝士 其實我覺得以食串宵來講OK 但以食日本人來說 我覺得它的卷很大很粗 即是突然間有雞肉串 這些細緻一點 要抹大口吃很大 就要抹大 OK 但這個尺寸其實也挺常見的 我嫌太大 OK 你是不是一貓 即是吃一塊 你也覺得壓外抹大口 辛苦你了 真的 但味道還不錯 因為我喜歡吃韭菜 是的 我就這樣看 我覺得這些真是既邪惡又吸引 是的 接著下一張照片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這些 就是如果你去日本 都會吃一種藍蠻雞 即是把雞炸了 切了肉 然後它加了一個甜酸味的沙拉醬 就是在上面蓋著 我是喜歡的 我是喜歡的 但是我永遠都吃不完 為什麼 不知道 這些是你第一解 第二解 你是人間美味 吃到中間第五條 就開始覺得不好 明白 這個聖創第一 它的雞好吃 所以都是用大和菲子雞 所以雞肉很漂亮 第二是醬汁 因為它的調味好 原來這間餐廳日夕的廚師 牧村潤一郎先生 原來這個藍蠻雞 應該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發明出來的 而他們的起源很有爭議 都是在宮崎縣不知道哪條街上發明的 其中一個說法 就是原來是這個廚師的父親發明的 所以這個食品在菜牌裡面會這樣寫的 就是總傳牧村先生家族被傳宮崎藍蠻炸雞 1956年 總之他說是怎樣 就是怎樣 但是幸好是好吃 如果你說我是家人發明的 所以我有這麼長的名字 說了年份藍蠻 如果不好吃就沒意思 但是現在這個好吃 所以就認不住了 就算他好吃 他什麼都不說 他都會贏 但說了就覺得更加厲害 更驕傲 最傳統的 還有不知道藍蠻雞 原來真的是上個世紀的 而且我覺得他也是因為他覺得很好吃 所以才這麼驕傲地寫出來 對 也都是因為家族的東西 對 然後下一張照片就會看到他的open kitchen 你會看到右手邊是做串燒的 那是用電爐 就是兩條廢管 左手邊真的是炭老燒 就是由光頭那位牧村師傅 就負責主理的東西 而主理的東西通常都不是串燒東西 就是炭火燒的東西 就是用宮崎形式煮的東西 我也試過以前的宮崎雞 是他會扔上網狀的鯊 那裡煮 在炭火裡狂燒 燒完之後是有一陣小小的炭火香 然後再用鐵板上的 他現在這些食物都是這樣做 然後下一張照片就是 他做的一個鐵板食物 就是將這個宮崎的雞頸肉 即是大和菲子雞 用這個宮崎方法煮 就是剛才炭火燒 還有油滴完之後會噴火 然後上了鐵板 就這樣看也感覺到它的炭火香味 對 還有再加一個柚子胡椒醬 我看看下一張照片就會看到那個 雞頸肉 我覺得要拆開一點點 我覺得日本的柚子醬是一種很有用 很神奇的一種東西 好像柚子鹽、柚子醬 全部都提鮮 然後又給它味道 對 是一個magic 對 但沒有人想到這些東西可以放在一起 但是可以用的 對 酸的那樣東西真的用得很好 酸的但又有非… 清香 又給它另外一種味道 對 對 這個又是雞頸肉 你的朋友可以叫 我知道 我現在發現是學到東西 對 既然它這麼厲害 這麼愛雞頸肉 我就帶它去這裡 對 然後下一張照片 其實都用同一個方法去煮 就是日本鰻魚 說實際上是真空包裝在日本處理了 只不過來這裡再加熱的過程 但我覺得鰻魚是可以的 因為它有汁醬去幫助它 對 所以消極它也不會乾身 因為它有很多油 另外它再自己有醬料 再加上下一張照片 它又出了一個爐去上台 再插一支旗 有多可愛 挺可愛 而且味道真的挺好 因為日本的鰻魚 質感很柔軟 而且肉質很細膩 咬下去你覺得好像輕輕化開 我知道 一定是有油份的油香 對 再看下一張照片看到鰻魚 你們有多少人吃 為何這麼大份 其實我們有三個人吃 我們有三個人吃完所有的東西 我們想多嘗些東西 那個鰻魚 本來我們沒有在菜單裡 但因為我們發覺很多人都叫 而且它都是日本鰻魚 所以我們才肯叫 我覺得鰻魚是不會輸的東西 對 這個也是它的招牌作 我們講到這裡為止 大家記得叫鰻魚 雞頸肉 雞頸肉 總之要炭火燒的 對 對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